家應勇士 全部馬不準備 抹檔三場 四班一千直路 六檔七號 李芝我拼 熱得很厲害 一開閘的時候 淺藍帽白衣 李芝我拼不算很快 前面快 外南位置有萬里非智 數出來中間快魚龍 飛躍海旋 入面東方精神 紅衫入面還有開心馬 最入有兩隻 分別是浪騎仔和水晶酒杯 馬嵐中間白衣 淺藍帽 在馬嵐那隻 李芝我拼 後面飛躍平山 尾伊魅力一丁 包在尾紅雲派彩 一半路程 外南萬里非智 數中間飛躍海旋 還有這隻 東方精神 快魚龍 都上了一些 入面位置開心馬 最入水晶酒杯 浪騎仔 馬嵐中間白衣 淺藍帽 李芝我拼 還站高過身 最後200 前面透出還是萬里非智 看到中間位置 有飛躍海旋 李芝我拼 入面找到位子上來 入面位置 還有東方精神 中間飛躍平山 接近終點 第一名 李芝我拼 都是終點前 剛剛將飛躍海旋 趕過了 至於第三名的馬 都很近 東方精神 飛躍平山 裡面還有一隻微力一丁 結果這場賽事 其實都有點驚險 李芝我拼 不是怕他贏得短碼頭 是怕他沒有位 但是終點前 都將14號的飛躍海旋 趕過了 第三 應該是埋面的那隻 東方精神 機會似乎高些 第四名 有這隻 飛躍平山 魅力一丁 很接近 7號的李芝我拼 出閘少少慢了 結果最後都贏到的 麥里奧 開齋了 最後兩倍 跑第二名 不用下班 14號的飛躍海旋 班德麗拿回第二 初出馬 10號的東方精神 跑第三 起威心 11號的飛躍平山 跑第四 都是初出馬 一出閘 不是很跑 那隻 軍盾那隻 對 看腳 一起步 結果輸了 這隻都驚險了 李芝我拼 都找位 找了很久 叫到位出來 姚本輝金貴的直路賽 只有兩隻 不上餅 好 麥里奧都有馬贏了 真是很支持 這些神騎師的姚本輝 想起兩倍 太大鍵可 後面 是 後面 後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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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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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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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很大的寄望 暫時都贏不到 他都害怕起步 要是搖本輝 要是選一些縮情下來 今季都是這樣的 搬盾好像起步 一起步就看腳 然後就看腳 覺得好像有點不妥 就收慢了 今天週末二事集跳一跳 今天就中一中 搖本輝今天都是煉馬斯王 有落飛的煉馬斯 兩倍 贏少一點 加分少一點 下次他會不會加循的接手 贏得驚險一點 你知道我拚 不是你知道我勝的賽意 這隻是以前兩位落在其中 馬主 是 那隻是長道馬 日本輝在這個 黑串旗差不多完結的時候都贏回場 回去不要打那麼多邊 沒有蝕引甲 沒有蝕引甲 二十多邊 沒錯 第一四連環雨腳派了 七號十號十號十一號十四號 派一萬六千二百二十四元 四重彩雨腳派了 七號十四號十號十一號順序 派二十一萬九千五百八十元 這場又好分 一有多身馬 一有頭三隻冷腳 接下來世界各地很多賽馬 用邊的限制都越來越嚴謹 德國才誇張 罰停賽罰到你暈 陳帝進 越打越罰得多 接下來英國也可能只能反手邊 他這個正在談 還沒落實 德國已經落實了 停到百多天 這些打得超過一個數 那麥利奧回到米爾本 要不要落太多邊了 跟香港不同 香港暫時沒有限制 先看看佳應勇士十二檔 潛低了他的頭 但是看他的潘頓 可能他自己都未說是很預備的 但是他慢了之後就放腳 看前面又縮了一堆 萬利飛志 用一個放頭的跑法就不對的 這隻馬 我來都要引一埋埋埋 要遮擋 尤其是今天 對 加上翼鋒 飛躍海船在內側 還有東方精神 開心馬那些很自亂 內側各方面是浪茄仔 加上水晶酒杯 中間黑色衣服 9秒9 拍著就你之我拼 內蘭方面還有些型到爆 縮馬一堆 中間粉紅帽 停散都不夠位 是呀 部速慢 頭兩段的部速都慢 所以你見頭尾馬 當然不算加應勇士 都是四個馬位之內 就見到距離 所以你見到那些十四 其實他不是很多 一尾軍速跟你在前面靠攬 你們後面追不到 接著外蘭 凝道爆都追上來的 白皮糧 中間飛躍平山也有些左 東方精神都算OK的 拿到第三尾 尾力一丁都追近的 就是臨尾 就是經常堆碼 第三場 復榜完畢排賽作實 位置Q7搭14 排170.5 7搭10 排328 10搭14 排2405 組合讀贏三間一 勝出A1隔夜葉門 排14.5 二重彩7號 14號 順序排1,030 四連環7號 11號 14號 排16224元 四重彩 7號 14號 10號 11號 順序排219580元 馬布派賽 頭關5號 尾關7號 排604.5 頭關5號 尾關14號 排1187.5 分離時間頭段13秒51 第二段20秒77 末段23秒44 總時間是57秒72 比標準時間慢超過1秒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